Cast please love the same candy 所以然後妳男朋友 那我們剛剛聊到一半 妳繼續講啦 這個會後轉啦 因為妳知道嗎 因為妳以前有上過我們節目嗎 有 可是那個時候妳的男朋友 還不是外國人對不對 是 已經是了吧 那時候是了 可是那時候 你們還沒有開始拍片對不對 比較少 因為妳知道現在社群網站跟臉書 都會莫名其妙跳出一些 妳沒有在關注的人 沒錯 推薦 然後如果是有趣的話我就會看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女生我們明明就看過她 她有參加過我們節目 然後妳跟妳男友有互動 妳男友是一個外國人 對 美國人對不對 Cody 對 然後妳們的互動就很可愛 妳說我偷偷離忘記妳在幹嘛 所以我記得她是不是長得略帥 不然我也不會多看 是 而且何美她原本的職業是什麼 她是跳傘教練 她是跳傘教練 從飛機上跳下來的 她把她拐來台灣 我們認識她 妳是去美國認識她的嗎 對 出外景 我去主持一個旅遊節目 然後她是跳傘教練 是背著我下去的人 然後 妳背上進去之後 我們就交往了 卡住了啦 太酷了吧 怎麼還卡住 為什麼下下 到了地板之後 她為什麼就突然相愛 其實是因為在飛機上 她跟我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私訊她 社交平台的時候 是說我想要飛機上的照片 因為我沒辦法帶手機 但是要怎麼樣到那個 她的Instagram是 她在我的證書上 跳傘會發證書嘛 她就寫了她的帳號 她自己的預料 所以她留了幾千個 然後就妳回她 再說真的 沒有啦 應該是很多教練 都沒有寫 只有她寫啦 對啦 反過來 也是做一個公關啦 就下次如果有人要去教練 還是會找她啦 對 妳有跟她講說 妳在台灣是有名的人 什麼之類的嗎 我沒有跟她說 一開始 可是因為拍攝節目的時候 她應該就知道說 因為是節目是拍攝的 對 我真的很討厭 莫名其妙我的手 那個IG或是臉書 我跳出一些我沒有點的人 可是跳出妳有沒有說 這個男生還略帥 我就看一下她講說 怎麼會想回來了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現在是快看的耶 我好開心被妳看到 是不是妳們都覺得 她男人也是略帥的 對 而且 而且我覺得 就是交往個性 對 然後個性是好 我有問她說 他們怎麼發展 謝謝 然後她就有講了一下 我就覺得 那是不是我們要找外國人 會比較好一點囉 對 就是看完妳的影片之後 妳就會想說 要是當時是跟外國男生交往的話 好像會不一樣 她真的很難 妳看她點頭如倒數 沒有吧 台灣男生也很棒啊 都看很頭 看個性 好 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理性 我們不要分區域 何美 妳男朋友是攝影師 這樣的職業 妳會想跟她結婚嗎 攝影師我覺得是自由工作者 如果要進入家庭的話 好像還是會有一點點小擔心 因為不是穩定的 不穩定 就是還在剛開始的時候 可是跟娛樂業的男生一樣 就像拍這個 妳說的沒有安全感 是說妳覺得她可能會認識 太多女生 還是說妳覺得 演藝圈的工作不穩定 我覺得演藝圈的工作不穩定 不知道她十年 二十年後是不是還那麼紅 妳就像周杰倫 就一直紅到現在 那真的要多多看 那麼多個 只有一個周杰倫 雖然演藝圈 當然有一些 比較潛在危險因子 但是其實很多工作都是有的 都有 都很紅 而且看個性都還沒有 Sabrina 妳有覺得就是 是妳覺得 妳絕對不要跟什麼職業的人 我覺得分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 嫁了我覺得沒有保障 然後像是 會計師 我可能就不會考慮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會計這個概念 其實是 會被AI取代 對 會被AI取代 所以她以後會失業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一般人現在就已經在學了 或是電腦很簡單 就可以替代的 好是耶 這類型的職業我就不會 那醫生也會被取代啊 但是醫生他會 他還是有比 會計師有多一點勢力 他可能會選擇 就是他們會結合起來 他們有工會 會選擇說 這個儀器先不要用 因為那個儀器太聰明了 對 妳想這麼 妳想太深了吧 會慢慢地結合 所以會計師沒有工會嗎 想太深了耶 那那個時候應該是已經到了 就是看到我五六十歲 妳都是在想這個東西嗎 對 我又整天都想著嫁老公啊 所以我這樣很仔細地想 我老公只有職業之職 那妳 好恐怖喔 因為其實 好屌喔 我那天也在跟我女人聊說 以後AI出來之後 什麼職業會被取代 那妳覺得是哪一個職業 是最會被 最慢被取代的 就是需要有服務性質 跟你直接互動 是不是我 對 服務業 或什麼之類的 冷頭髮 髮型業 可是髮型師真的不能 看人嘛 交 不是 交往我覺得還好 但我覺得結婚也很危險 為什麼我這樣覺得 其實我還好 但是我聽過客人有跟髮型師 就是真的交往過 我覺得大部分的美安全感來自於 因為男生的髮型師 服務的幾乎都是女生嘛 對 那雖然沒有要吃飯約會這種 可是有時候會加班很晚 而且重點是 頭皮 很輕易地接觸 你知道嗎 真的嗎 真的 在洗頭靠超近的 應該是一直看著 而且嘴巴還可以 嘴巴耶 因為如果我幻想 我的男朋友是髮型師 你該不會想得 孫孫孫孫 這樣很浪漫吧 我沒有辦法耶 因為我就會想說 他今天一整天要接觸 比如說 有客人 對 可以物緣一樣 有我的重場 物理治療 我跟你講超級舒服 什麼 物理治療 因為我腳不是受傷嗎 然後他就開始會 幫我剝膝蓋後面的筋 我的天啊 然後到屁股後面 很浪漫耶 你知道他把我的小腿 然後放在他的身體上 然後這樣按耶 然後我就覺得 我以後老公絕對不能 是物理治療師 你根本太可怕了 我跟你講還有 好突然喔 還有健身教練也是 因為有一陣子我也懷疑 我健身教練喜歡我 你不用多說 你這樣怎麼那麼多 我告訴你 我追求 我追求 我個人是 不是不成立 不好意思 他剛剛穿 穿講話我看得覺得 我這樣好無聊喔 你說你的男朋友 是什麼工作 你會覺得說 你真的太害怕了 我個人是覺得 安全的考量的話 是警察跟那個 消防 你好務實喔 你說想要 想要的職業 沒有啦 他是怕受傷 對 因為我覺得 警察就是在人民的最前線 然後消防員更是很危險 對啊 所以 所以你是基於 安全的 然後怕變寡婦 黑寡婦 因為他們剛剛講了很多的職業 我們來統計一下 總共這邊有五名喔 這五名都是我們 就是日本啊 他們有統計出 前五大最不想跟男性結婚的職業 我不要髮型師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上榜 我們看先 你們要看哪一名 不可以七十 要不先最 第三是 第五啦 第五 這是最嚴重的 大家Everybody愛 第三 中間 中間那些 對 中間那些 夥伴 來 第三名 不想像的職業 主持人 你們 怎麼都在海裡 對 完全耶 你不是有髮型師會上榜耶 為什麼 髮型師很危險耶 最誇張的是 真的 真的有髮型師 可是我剛剛講出來 也是很奇怪 但是真的會偷吃很多 就是漂亮的客人 一定喔 對 然後假的就是聊天 來... 然後每次問他說 那你在跟誰聊天 就這個客人 還在那邊假裝就抱怨 他真的 我就是在 對 在說服他什麼的 我後來還想到一個職業 我也覺得很可怕 什麼 導演或是平面攝影師 平面攝影師 因為平面攝影師 他一定要愛這個 才能拍出 模特兒或者是藝人 他拍出來的照片 你才會覺得說 你有感情 對 可是Cody拍何美 Cody也不愛他啊 有啦 愛他 好愛 男朋友愛你 因為譬如說我接觸過 很多很多攝影師 我就會說 這個是他有在 用愛在拍 就是有愛才拍得出來 對 然後每次 如果拍得很順利 都美到不行 我就會說 不要愛... 很痛 不要愛上我 順其... 我就會說 不要愛上我 好 然後因為我都會 雖然我已經是長輩了 他們都叫我起 可是妳就是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妹妹的話 真的 那個氛圍感 就是最有戀愛的感覺 然後導演 妳有時候 因為我以前還年輕的時候 拍廣告 我記得我就接到一個廣告 是要裝可愛 就是要說 我怎麼那麼漂亮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個導演 是非常專業的導演 然後就是 厲害到不行 很兇 只要旁邊有人不專業 他就會說 你們在看不出來 不是 不是說 不是 太兇了吧 S 我們在最後一個 很奇怪 這個紙貝 你會嗎 對 然後我只要 擺出任何表現 然後其他工作人員 都在旁邊看嘛 因為大家都很怕 大家都會在後面就是 不敢惹他 對 然後他就會在 看螢幕的時候 跟我做出一模一樣的表情 就譬如說我是這樣 然後他就會這樣 什麼 好可憐 我說導演 自己在Monitor前面 導演 這樣去 你啊 這樣很奇怪 是不是 我如果講謊話的話 我真的就 好啦 好 可以 沒有 妳不要發作 沒有 妳不要發作 故事分享而已 不需要發作 沒有 她這麼多的事 對 你們認識謝成光嗎 好可憐 你們不認識 那我要好好推薦給大家 我們推薦 會 會 會 髮型師謝成光 不要 不讓我們聊了 她就在後面找韓國 好 我想教的第三名 我怎麼會有比 柳柏小孩更陌生的名字 謝成光來到現場 In the house 對 謝成光你 你今年幾歲 25 所以你當髮型師 當多久了 當七年了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 獨當一面的造型師了 當設計師已經當五年了 當五年了 對 然後有沒有很多年輕女生 是衝著你 去要給你弄造型的 有 因為我的那個IG 自拍照下廣告 妳的溫暖是寫說 趕快發一張自拍 環境 有用嗎 好啦 不曉得 不過我今天跟特助說 妳最近睡不好 沒有以前一樣 閃閃發亮了 一方面開始想說 我什麼時候閃閃發亮過 另一方面想說 嗯 好啦 沒啦 好慘 但是重點是有人說 我好想當妳的領事 誰要當領事 是不是對頭髮有發 還好喜歡 謝謝 好羞恥喔 我剛剛以為許光漢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人喉嚨套 你們說好詩 對 好詩 有人說好詩 是嗎 後龍套國一回事 現在的影片都很失控耶 奇怪喔 所以你跟你的網友 都在聊這些有的沒的東西喔 沒有 就是開玩笑的 所以那些真的到店裡去 被你服務的客人 有沒有就是真的是 眼神跟態度 都是讓你覺得說 可貓不要再這樣看我了 什麼之類的 如果他一直看著我的話 我會覺得他很特別 有這種客人嗎 有耶 是看到什麼 就是很深入是不是 對 就是看到 我助理都會跟我說 那客人一直在看著你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看他 看很深是多深啊 喉嚨 會不會清下去 你看他 不是嗎 聲音 不要看女朋友 聲 聲 誰看那什麼眼睛 他很像快要踮腳尖 這是要清下去了吧 深 再深一點 你沒有情緒 濃一點 有一個 他真的會忍住了嗎 太陽 是不是會深嗎 那現在是胃超級嗎 真的會被報警 所以真的會找 你是有東西 真的嗎 是因為長相的問題嗎 我沒有說話 所以沒有到 這麼誇張的程度是不是 沒有嗎 因為他是看鏡子的 對 鏡子看 他從鏡子一直看你 我是面對面 面對面好快 那會不會有很多女生 就是去那邊 就是一直跟你聊 他的內心世界 滿多的 就是他會 就是聊說 他的感情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知道 頭皮對女人來說 是很敏感的地方 然後你要一直在那邊 搓揉他的頭髮 然後又在耳邊說 你居然想要什麼樣的髮型 就是這一切都是很輕易的 你愛妹 會有這種髮型師嗎 有啊 有啊 不是會一直搓他 不然你現在 好 你講到你是客人 我啊 你去問 你就以正常的工作型態 問他 跟他聊天說 問他想要什麼樣的髮型 然後你要摸他的頭皮 就是正常的 你不用誇張 好 那你今天想要怎麼整理 就 我如果不用抓 也是看起來順順的那樣子吧 好 那我們 等等就幫你上個電棒 你是不是很癢 劉博晨 我問你 劉博晨 你脖子是不是很癢 還好耶 他是男生還好 還好嗎 還好啦 因為這 你去問他 那是那麼暈眩的 而且有的 小優 你去一下 小優你應該養到豹啊 我一直都超想去演啊 養到豹是怎樣 小優 眼相一點好不好 好 妳今天想要整整理 我想要整理 妳覺得可愛的樣子 那妳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整理上 我的問題就是 我沒有男朋友 沒有 超寬的 你可以用一個 妳會喜歡上我的樣子嗎 我在想 我會去 這個尿 這樣可以吧 可以 就是會有這種人啊 而且妳要想喔 這邊如果是一面鏡子 我是看著她的眼睛 那是對的 我看眼鏡子的看 妳知道她有一種是 她不看鏡子 她是這樣 她會長頭一直這樣 然後一直這樣 妳跟她這樣有啊 妳跟她往上看的時候 對 一直這樣 明明前面就有鏡子 可是她一直要往後看 要對看就對了 對 她就一定要這樣看 然後Yaki妳來試試看啊 專業的 這就是說妳怎麼可能 真的是一個發燒的女性 她就發燒 妳看好害羞 因為我是她會這樣 然後前面有鏡子嗎 她說真的 真的嗎 就是 妳還會這樣 是真的嗎 妳不是說真的嗎 可是我 妳知道妳看我這邊 這樣 會這樣子 會 妳是這樣子耶 我跟你講她 她是男生還好 我是女生 如果要角色兌換 妳做 妳要幹嘛 我說 我這樣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男生 妳看會直接 我有男生可能直接 妳頭要轉 整個往後癢 然後躺到我這 這樣躺 真的假的 妳這麼誇張 她是整個這樣躺過來 她是貼在妳胸 然後我嚇一跳 我就往後退 哪一種 可是如果很帥呢 當然啦 就我看 當然 她就說靠近一點 所以髮型師真的是 也可以跟客人很輕易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光是髮型師 我們都已經下層了 真的 她才是帥 她才第一位耶 要不要緩衝一下 下面一點 剩第五位 第五位 快吹說要不要回來 對喔 等一下就跟客人 對 我覺得廚師是不是也滿危險的 廚師跟醫師一樣 如果在那一場應該不會吧 廚師有沒有辦法接觸到客人 而且出來都油油的 沒有人看啊 對啊 可是我總會覺得廚師滿帥的 那是 霸台式的那一種吧 就是 可以接觸到人的 客人 比如說日本料理的廚師 有那個猛男 對 然後 做壽司這樣子 然後這樣握壽司 妳給妳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種日式的 那個是霸台 可是它其實是 法國料理 我懂 然後就一邊在 那是 對 然後就跟妳聊天 那會不會 調酒師會不會也上 調酒師很容易 太危險了 對 我說那麼多久 才的女生會到天 我跟你講 我就是有朋友 就是教過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弄到 四五點回家 然後有的時候還直接 就是什麼睡在店 可是根本其實就不是睡在店 對 可能第五名 或第四名 對 第五之類的 快來訂閱小姐夫息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